拿督郑伯健预言,2023年3月以卯月,3月6日至4月5日,春天能量,开心的月份,提升能量,说好话,推销自己,缺乏主见的月份,切勿盲目跟从,尤其是投资方面。 扩展人际网络的好月份,结交贵人,桃花月。 第一,顶年出生的人,这个月尽量少说话多做事,保持低调,有计划有方向的做事情,要注意就换尤其是足部腿部,容易扭伤,也要注意饮食,容易上火发炎,多喝水。 人年的人,这个月有可能性容易病毒感染,发烧上火,但不是每个人年的人都会,只是这年的人比较容易而已,也需要注意足部问题。 这个月,可以找朋友聚会,放松减压,尤其是跟贵人聚会,革新就变。 更年的人,注意交通安全,注意小官非问题,停车费,驾照,书信文件问题。 新年的人,要注意有破财的迹象,不要让别人知道你赚大钱,注意控制情绪,不要乱花钱,以免破财。 以年的人,贵人能量强,虽然有名的贵人,按的贵人帮助,但是压力也会比较大,容易案子出问题,超出负荷范围,所以压力很大,无论打工或做生意的人,都要注意细节。 几年的人,这个月要注意会有人设下陷阱,小心被暗中计算,抢走你的功劳。 凡事不要乱做决定,不要乱冲动,要注意别人刻意地讨好,要仔细分析,不要随便做决定。 敌不动,我不动,防人之心,不可无,沉得住气。 丁年的人,这个月容易犯错误,尤其是领导,千万不要冲动,要仔细考察,不可胡乱做决定,家庭方面容易因为冲动而惹口舌是非,放下种种负担。 假的人,这个月特别需要努力去付出,因为变化很大,你要用那你的努力去改变格局,或去创造新的格局,付出比别人三倍四倍的努力,成果会比别人大。 如果依据往常努力的作风,那就会落后别人,计划赶不上变化,要加倍五倍的努力。 鬼年的人,这个月在变化,有人在牵制着你,你更要发奋努力地去抓住所有的机会。 如爱迪生说的,我不是失败,我是在找出99种成功的方法,失败乃成功之母,最终会成功。 务年的人,这个月要注意钱财的问题,合伙投资,要小心研究,消费理财要注意,这个月想花钱让自己开心,还有小的官非,驾照水电费要及时交付,有小破财迹象。 世界预测,东方国这个月的能量,要注意流感问题,领导要注意民生,物极必反。 东南方的国家,改革的浪潮,人民不满,有隐藏的事情被揭发,假消息被揭发,会影响到国家的前景。 南方国,争吵的像,小的争吵,大的冲突,战争。 南方国这个月,会成为西方国家拉拢联盟的对象,因为酒运要到了。 西方国家,会有暗地里的研发与开发,会有很大的改变,改变也会带来破坏,尤其是在科技上的研发,有可能对后藏着一些阴谋,阴谋会被揭发。 西北方国家,领导会有很多问题缠绕,很想去缓和,但是局势不允许,环境不允许,很难改变格局。 北方国家,要注意经济问题,供应链开始断层,资源短缺。 东北方,有对立的局面,俄罗斯乌克兰,朝鲜有导弹危机。 这个月水的能量非常大,暴风雨,台风,海啸,大水患,洪水。 世界科技突飞猛进,人工智能,未来会有很多人失业。 请大家保持正能量,来面对未来。 需要声事 rasa适合中的 Sapk 我们 lowest的影响里头被创 Went Vit Roof。 对方链跟其实我们哦Qu сос2的影响以赢在如何走抖过。